为了强化我国的后备战力 国防部是在今年推出了14天的新制教招 而由于现在呢 相关基础训练的干部人力已经逐渐的到位 所以国防部也打算在明年扩大规模增加7000人 所以整个教招的人数会从现在的1.5万人 变成2.2万人 而对此呢 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稍早也有了最新的说明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这一年的验证 我们当时按部旧白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当时我讲第四季我们要提出研讨 这是经过很整密的一个验证的 那另外讲说整件增加原因 经过验证以后 我们有一些要带教招单位 干部的数量以及带的兵员 我们也要同步进嘛 同步增加嘛 所以它的容量可以变大 这7000人这样来的 那另外这个5到7000人一样在做 那这有增加那就会减少 但每一年大概教招的总人数都会变 大概有大概11万左右了 都这个数值 好我们听到呢 邱国正强调 主要是经过一整年新制教招的一个运作下来呢 相关的制度还有基础的训练 人力现在已经逐步的到位 所以现在呢 国防部才会研议要在明年扩大规模 上在立法院的阵性状况